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攻到了宋朝的首都城下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当金兵南下的消息传来 宋徽宗将皇位传给了儿子宋钦宗 他领着亲信的文武大臣钦兵侍卫 一路逃到了南京 别说皇帝了 就算是当爸爸也不能这样呀 幸亏还有宰相李刚在 打起了开封保卫战 开封在宋朝之前 一有夏朝魏国 以及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洲等王朝 将开封作为都城 进行过大规模的建造 开封当时拥有十二座城门 九座水门 并打造了三道城墙 五重防御体系 城防设施 齐备完善可以说足以和金军打一场防守战 金军第一波进攻 出动数十只大船进攻开封城的溪水门 李刚派两千名宋军驻守在溪水门 用长钩和石头打退了金军的进攻 就需要这样的人站出来 那都往南跑 郭家就完了 金军进攻溪水门失败后 随即调转进攻方向 用云梯攻城 李刚亲自督战 站在城墙上指挥军队抵抗 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同时李刚一边防守 一边悄悄派军队出城 偷袭金军 烧毁了几十座云梯 斩首十余名金军 就在这段时间 宋朝帝方的部队也在纷纷赶过来支援 金军害怕陷入宋朝军队的包围之中 就和宋亲宗谈判 宋亲宗同意了金人的条件 割地 赔款 赔了一亿两金 十亿两银 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件后 不管怎么样 敌人算后退了 赔了这么多 国家算保住了 这个时候最尴尬的是宋徽宗 本来以为开封保不住了 自己在南京可以继续称帝 可没想到 儿子打赢了 敌人退了 而这个时候 儿子宋亲宗又请自己回去 宋亲宗为啥请他回去 是为了孝顺自己的爸爸吗 因为当时宋朝的军队 并不完全听宋亲宗的 只有把他爸爸迎回来 才能够指挥宋朝的军队 为了防止儿子怀疑 他回来要抢皇位 宋徽宗回来的时候 身穿道袍 以一个道士的模样出现 但宋亲宗并没有彻底的原谅他 敌人打来的时候 你丢下我们自己跑了 于是宋徽宗给儿子倒酒 都拒绝喝 史书记载 宋徽宗回到皇宫后 大哭 哎 早知今天 何必当初呢 宋安逸的日子没过多久 126年9月 京军第二次发起南京 很快就打到了开封城下 那李刚是不是 马上要打第二次开封保卫战了 第一次打赢后 因为开封城军民都支持李刚 觉得他是个英雄 宋亲宗觉得李刚势力过大 就找了个借口 隔除了李刚的职务 将他赶出了京城 后来又继续贬官 贬到了很远的地方 还有这操作 都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形容了 幼儿园小朋友也不会这么做呀 宋亲宗在敌人围城的时候 想到了李刚 让他火速回京 可这有什么用呢 那个年代的交通水平 当李刚收到宋亲宗的命令时 已经是1127年春天 开封城已经被金军攻陷 宋徽宗宋亲宗都当了俘虏被抓了 这就是靖康之耻 俩皇帝都给抓走了 宋朝也太丢人了 在中国 靖康之耻绝对是可以排进前十的历史大事件 他对宋朝的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 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岳飞的满江红 靖康耻 游未雪 臣子恨 何时灭 就反映出靖康之使背后的耻辱之身 当时宋朝两个皇帝 被押往北上的时候 被实行了牵羊礼 这个礼节是专门为俘虏设立的 将俘虏的上衣脱去 披上羊皮 脖子上系上一根绳子 像羊一样被人牵着 就算是普通人这也太丢人了 何况是皇帝 金国在开封呆了一个月之后 开始撤退 金国撤退之前 立张帮昌为帝 国号大楚 说白了 建立一个听话的国家 随后撤退 根据记载 北宋俘虏中 一共有皇帝的妻子的三千余人 贵族近万人 各种工匠教访各三千多人 金兵更是对皇宫展开了大喜结 祭天礼器各种图书典籍乐器 以及一百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奇珍异宝 全部被拿走 有一些金兵看不上眼的字画 直接给烧了 那宋朝不就结束了吗 宋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为什么会分为南宋和北宋呢 我们下集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